哈喽哈喽,我是凌儿 我今天呢,我刚刚就送我孩子去上幼儿园 她幼儿园就在这里 然后我送完她上幼儿园,我现在就去超市 买点菜 我今天就带大家去看一下 向我去超市买一次菜,要花多少钱 然后能够买到哪些东西 现在我去走路去公交车站 今天的天气的话是非常的好 你看那个蓝天白云 温度的话也是比较高了 现在是7到17度左右的温度 就很多人都已经穿短袖了 我是早上的时候有点凉 所以我穿多一件外套 但是如果是单穿一件薄的卫衣也是可以的 完全就不冷了 有点夏天的感觉了 湖面上的冰已经全部融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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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来点香蕉 这个葡萄打的一盒只要一天六九 看起来也挺漂亮的 拿一盒的这个 这个 这个 不知道什么 拿一个吧 那这里买水果的话 它是不需要打秤的 因为它买单的时候 是它那边有直接过秤 所以就很方便 你喜欢什么 你就拿了什么 结账的时候 那边秤一下就好了 它们会秤 草莓耶 2.29 给我挑好草莓来 因为我小孩说他想吃草莓 这盒看起来可以啊 我一般都在这个超市买一些水果青草比较多 然后是这个椒 这个椒也很好吃 然后这边的话是青草 这些都是可以做沙拉的青草 对不对 给你们看这个是豆腐 我们中国的豆腐区域 这一块豆腐的话是1.29欧 看一下不知不觉 我就买了一大堆了 现在我去另外一个超市 再去买一些东西 刚才我去的那个超市 它有送一个4欧的券子给我 不过我忘记点了 所以就没有使用到 超市门口的花真漂亮 哦 春季自行车打转 你们看新自行车 就这些 西瓜 西瓜打车 1.29欧一公斤 所以买完了 超级重啊 拿不动 我现在去坐公车回家 太早了 还有七分钟到 终于坐上了回家的公交 我现在特别的热 回去我们看一下 我今天买了些什么 其实那个超市到我家的话 只有三个在的距离 但是因为我打不动太多东西 我就不能走路回去 我就坐公交车 太厉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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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看一下 看一下 我们总共就买了这些 有青菜有披萨 面条 牛奶 三文鱼 猪肉 鸡肉 整个鸡 这个鸡肉刚好打折 我买了个 但是打完折叶 还要七点多欧一整 一整只 它比较重的 对 你们猜一下 这一堆东西要多少钱 我们等一下看一下 一共是花了39.10欧 刚才我们看的那些食物的话 大概能够足够我们一家三口吃三天左右 可能三天多或者四天都可能可以 当然除了大米 因为大米我们之前是有的 所以说就是日常的开销的话 我们吃东西方面 伙食方面的话 像三天的话 40欧是足够的 绝对足够 40欧的话是折合人民币 我们算8的 8的汇率算的话 大概就是320块钱人民币左右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消费水平 你们觉得贵不贵呢 留言区告诉我哦 这期视频我们就到这里结束了 拜拜